绿色是蒙海的底色 绿色生态的美食 也就成了蒙海人的自然选择 每天清晨是这个边境菜场最热闹的时候 蒙海人会在这里采购新鲜的食材 玉坎是边境村落蒙景来的居民 他也是蒙海美食的行家 蒙景来一个典型的歹族传统村寨 古朴的歹族吊酒楼 悠然制作淘气的歹族人 让人们感受原汁原味的西双版纳 近几年蒙景来的旅游业发展了起来 不过这并没有改变寨子原本的节奏 在粮食不足的时候 昆虫曾是有效的食物补充 来自自然的食材 仅用油锅一过 简单调味 就是一道鲜香脆嫩的好菜 到了今天 这类食材 花朵塞上肉馅肉质变得鲜嫩 花的香味也渗得进去 到了菜上桌的时候 这也是玉坎最有成就感的时刻 他想把餐桌变成一个美丽的舞台 把蒙海的绿色健康美食文化 介绍给更多的人 对于蒙海人来说 绿色是一种态度 不用刻意经营 是自然流露出来的一种性情和生活方式 遍布蒙海的茶园 不光洋溢着自然的芳香 也提供了一种重要的食材 新鲜采摘的茶叶不经炒制晾晒 只是简单的用水煮沸 再放入竹筒里 任由时间慢慢发酵 然后就有了这种名为酸茶的食品 虽然入口有些酸色 茶香却涌动在唇齿之间 茶能直接食其味 也能取茶香茶韵 将其自然融入普通的食材中 在肉馅中拌上茶叶 再以大片茶叶包裹 茶味层层叠叠藏在其中 又通过蒸汽慢慢熨染出来 使用天然的百香果作为成器 为茶食增加了自然的清香 茶园土鸡三样于园中 以虫为食 虫又以茶叶为食 土鸡用茶水浸泡 食材自带茶香 制作时无需太多调料 茶园土鸡最适合露天烧烤 鲜香酥脆自然又美味 蒙海的美食藏着人和自然相处的秘密 来自大自然的野性和人类美好的田园梦想 就在美食中融为一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